下面这个影片是当时同仁操作的时间点 8点45分 值班主任去确认相关的工作 他一直到9点14分 他等待现场人员来确认设备的状态 接着9点15分 他就准备要启动这个3541的开关 要把它close起来 结果close起来之后就立刻发生了事故 在当时的状况呢 就是这个断路器的绝远气体呢 还没有回冲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3月3号的时候 因为这个3541就是右边这个相关的开关呢 他之前有更换零件 所以他去测试这个更换之后呢 是不是正常运作 所以他就在3,59点的时候呢 维护的人员向开关厂的这个控制室的值班主任 要求要操作这一个开关 那值班主任在巡视之后 就同意在9点16分来进行这个操作来投入 投入的意思就是 现在的开关是还没有连接的 那投入就是要把它close起来 那close起来以后呢 就会跟右边的这个汇流排 这个汇流排是有电力的 那close以后就会连接 那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呢 那因为 因为这个要合起来的时候 这个左边的这个绝远气体还没有灌进来 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会导电的情形 那因此就造成一关起来呢 就变成这个相关的导体对外就会发生的这个 这个火花闪电的这个情形 那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个开关厂的事故 那下面这个影片是当时同人操作的时间点 8点45分 值班主任去确认相关的工作 那他一直到9点14分 他等待现场人员来确认设备的状态 接着9点15分 他就准备要启动这个3541的开关 要把它close起来 结果close起来之后就立刻发生了事故 感谢观看